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浸熟这条大眼鸡 这个是柠檬 如果你怕腥的就放 你不怕腥的就不要放 捏了一些汁就可以了 放进去 我们就用这些盐 这条大眼鸡是洗净的 连皮也要洗的 里面、外面浸一下去洗一下 就放两斤盐 有这么大锅水就这么大锅水 非常简单 这个就做了这个保宁豆醬 一会儿要运它 我们赚油下去 那蒸鱼时候 昨天就说了 那个蚝饼呢 其实我有点失手 不是什么失手 是按键的时候按错了 应该不认清楚 那就开始補回了 下面有一个抵达 明不明 一会儿熟了一条鱼 你要捞上来 是捞不到的 记住 不是一只鸡 记住 不是一只鸡 是鱼 如果不行 你就蒸它 这条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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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条鱼买了百多元 这条鱼 我记得是挺新鲜 其实我不想拍的 不过今天 等一下 再加上去 这些盐 两斤 姜酒我们依然是不给 但是你终点就给 我是要给 那你就给了 我催你不着 尽量不要给姜 和酒 我刚才说过 那我们就 如果你怕声 走西餐那里 就放一点柠檬 我也很怕声 那这条鱼就很新鲜 那我们现在就 有这么多水 就这么多水 沸水 那我们现在下去了 那呢 就洗干净 拿去皮也要洗的 一定要练皮的 里面是湯干净 那我们就这样向 不要这样 因为这样有机会 有机会会进入 这个水 温热一些水 这样温热一些水 有些空气在里面 说出来不是温热一些水 是温热一些空气 有机会弄你 你不熟 明白吗 那我们现在就浸了多久 大约浸多久呢 如果蒸呢 蒸一个多字 视乎你的锅的需要 那就 也不够水 我想浸两三个字左右 浸就很少会过火 浸很少会过火 好 那它是弹起了 那我帮你怎么做呢 如果你有底达 就把底达 如果没有 就像我这样 我们用这个 铁底达 压住它 那这里是熟一点的 那里是厚一点的 那里是厚一点的 如果你的锅没有那么大 就拿去蒸 它应该有些打烂当制烧 拿去大线 要不然没有那么大 这条鱼会出现 那按着它 不要让它浮气 明白吗 不要让它浮气 那就 那就 滚了之后熄火 大约两三个字 接着 撈起它再说 要小心一点 因为这条鱼来的 不是鸡来的 你鸡怎么反它都没有那么容易烂 对吧 你不能反它 反不了它 那如果你在打烂当 就找个竹锅 我们找个竹锅 我不敢细弄的 打烂当我做过 我看了 那就 找些竹锅 放在桶水里浸 可以浸熟它 搬浸搬煞 就可以了 那就浸熟它 我们不要弄它了 那尾巴就一会儿 你不懂的 咳掉了 铁锅也不够大 铁锅也不够大 那就可以盖上盖了 大约两三个字 或者在这段时间做另一段东西 现在熄火了 我现在加水 大约两三个字 一定熟的 这个鱼应该三个字 两三个字 那 撈起来再说 很简单 现在用了三分钟 那 很灵状 那怎么做呢 那你回来就搖晕它 放几斤下去 蘸熟油就可以了 如果你嫌它咸 就是加少许糖 去中和它 那蒸鱼的时候 我说了 你煮些蒸鱼 不要这样蘸生抽 蘸熟油下去 放少许糖就可以了 比如你倒些生抽 倒些糖 倒些糖 再蘸熟油就可以了 再简单些 OK 大约三四个字 如果你不够信心 你就自己用筷子 刀刀刀它 或者用牙签刀刀它 用你的方法 撈起它 这边撈起它 撈起它 拍不拍好呢 因为都很吵架 要倒些水 因为我要在那边倒些水 然后撈起它 然后就吹动它 现在我们把整锅水倒下 让我立刻刀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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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刀 就是整锅水倒下 不要动它 你用你的方法先倒些水 现在 因为这条鱼一动它是烂的 因为这条鱼熟了 很容易烂的 用你的方法 如果你有那些钓起的钓 那些钓一定是好 现在你按着它用的方法 就倒些水 接着我们再放冻它 就不会怎么烂 如果你用中菜锅 你就整锅倒下它 明白吗 整锅水倒下它 这条鱼熟了 就不会弄到它 就不会弄到它 这个鱼熟了 就不会弄到它 这条鱼熟了 这条鱼熟了 就不会弄到它 这条鱼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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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很容易烂 如果有风险 就要吹动它 不要弄它 现在会困难 明明 一定要冷了才会困 那就吹动它 再说 那保领豆匠呢 先说完 那天有个傻子 就是挑剔我 不知道留什么言 我相信他应该 可能说 加拿大那件事 激动了他 激动了他的神经线 他在那里拆我 没有人看 我希望有一个人看 我的女儿一个人看 我给我的女儿看 哈哈 我有两个女儿 一个人都会看 一个肯定看 看完那个 一定有捧场 你不用怕 你可以不用看 如果那条鱼熟 那条鱼熟肯定不是我的粉丝 说的都怪怪的 那再说 那我们就不少 这个保领豆匠 如果这个豆匠是很咸 很咸 可能要给不少糖 去中和 如果不是就不用 现在可以了 那这些豆匠 就是我昨天的蒸鱼豉油 那我就振开 我振开它 非常方便 然后振它下去 它就很香 那这些豉油呢 这些人会炸 关火都可以炸 好香 然后倒回到这里 就搞定了 不然冷 有这么多冷 有这么多冷 最好就要把风扇吹它 再说 是这样 记住这条鱼熟 一定要冷了 冷了才会动手 你喜欢这样吃就可以 撕开它就可以 那这条鱼呢 你买贵一点就可以了 这条鱼 这条鱼差不多 9元一两 这条鱼更好 这条鱼是弓 烟脂味是弓 如果做动鱼 就要用弓 一弓的鱼 它更确实 你自己喜欢 没所谓 好了 应该是冷凍的 这些摆明是冷凍的 那你自己慢慢戒 那你就开了它 就在这里 看看拍不拍了 那这样就拍了 那这样就开它 再切一块皮 再切一块皮 不要丢一块皮 不要丢一块皮 因为 那些格杰拉 潮州人 它们吃鱼 都要蒜一块皮 这块皮 鱼皮 它们用来蒜 用来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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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鱼鱼 是说鱼鱼 它们喜欢这样吃 因为这个位置 不太行 通常就是这样开的 通常就是这样开的 这样擦开它 通常就是一碟 補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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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谢收看 那你还没吃着 就先把保鲜纸 明白吗 记住 烟纸味就是 蛋鸡烟纸味就是 公 齐味就是鱼 鱼肉 鱼肉就滑点 削一点 鱼肉实际 你最好用鱼 最好用鱼 你只看鱼肉 多数用燕脂味 多谢收看 拜拜